到底是傅昆琦是黃國昌的小弟 還是黃國昌是傅昆琦的小弟 搞了半天是傅昆琦給了黃國昌一個 所謂的空白支票 讓黃國昌可以玩這一曲 讓黃國昌可以主導所有的東西 所以搞了半天 傅昆琦其實是個草包 他給我搞不清楚 他是跟著黃國昌走的 主帥無能淚死三軍 他不是無能 他居然是無知 我帶著大家 往前衝 結果你往哪衝 你要衝什麼 你要得到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 後生 你是我們這裡面等於說 搞得立法院跑最久的 對立法院的生態最熟悉的 我現在完全搞不懂 他們昨天比如說 我在立法院的網站上面 有28個版本 今天國民黨跟民眾黨也都講 我都公開啦 我公開透明啦 我都已經公開了 我沒有什麼黑漿 可是最終 他真的討論的版本 並不在立法院網站上的28版本 而是黃國昌跟國民黨 最後那個晚上那個早上 才出來的版本嗎 好 因為他的版本 每個人的版本南原北側啦 所以呢 他在委員會的時候 他等於就整包包裹 全部丟到 丟到 丟到朝理事長去 對 丟到朝理事長又沒開成 又沒有結論 那最後的狀況是 前一天的時候 國民黨的 就是民眾黨跟國民黨 兩個去把 因為28版本 南原北側我怎麼表決 所以我要去整合這一個版本 以往的話 其實立法院通常是 朝理事長去決定 即便哪些東西大家沒爭議 我們就寫好 要表決的用哪幾個去表 也會在朝理事長 但是因為他前面都沒有 所以呢 國民黨跟民眾黨 可是那好 那這邊爭議的是 國民黨或是民眾黨 講 那你今天是民進黨 完全在拖延啊 你民進黨今天在這個 所謂的委員會裡面 你發了 你開那個四十幾個 散會動議 根本沒有討論 你今天到了這個 所謂的朝野協商 你就是來吵架的啊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跟你談啊 不是 我覺得說 這個當然有一部分是事實 但是你國民黨回過頭來講 你今天如果你這個版本 是在委員會就整合好 大家是不是在委員會就看過了 我剛講為什麼會變成 是黃國昌跟國民黨版 因為 委員會出來的是二十八個版本 對不對 沒有這個 然後呢 朝野協商沒開成 最後你們兩個 協商完整合了一個版本 好 那我就照這個版本來表決 問題是 立法院委員會沒有 朝野協商沒有 那立法院怎麼幫你印這個報告 沒辦法印報告 沒辦法印嘛 你們兩個隨便拿上指數 還就是說 這個答案印給大家做表決資料 不可能嘛 所以他的狀況是 開會的當天 國民黨的立委 手上有這一份東西 但是 立法院議事處提供的 還是原本舊的 多案病程的 那一個 那二十八個版本 的一個表 那 國民黨立委手上有 然後他們稍晚 他們也有傳給 國會記者說 你們手上有這個 但是 之前沒有人知道說 你最後這個東西長成什麼樣子 對 那我今天講 你國民黨如果現在程序是反過來 你早早把這個東西整合好 在委員會的時候拿這個東西出來討論 即便民進黨說反對 即便善會動議 大家也看到這個東西長成什麼樣子嘛 而且我也必須要講 國民黨最後 他們修正出來這個東西 的確比原本的版本好很多 原本話 所以你第一說 前面的二十八個版本 说得非常的出道 根本沒有這個什麼的清除 沒有這個一致的邏輯性 最後整合出來 當你覺得比較好 那問題是你 大家就抓你的程序有問題啊 你程序有問題嘛 而且講話說到現在為止 比如說藐視國會 因為還沒表決嘛 民進黨還是覺得說 你藐視國會要判刑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你看他後來修正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比如說你在委員會做委證 那這個他會排一年以下或罰金 那這個就不像原本 因為藐視國會很空泛啊 你說藐視國會 你要最後去判刑 那很空泛嘛 那其他的東西他都是用罰金 那罰金的話 因為四至五八五號都已經給你了 這時候就告訴你說 他如果不來如何如何 你可以罰他錢 在五八五號 大法官事件已經有了 所以他最後這個版本 其實是相對合理多的 如果你國民黨一開始拿出來 是這個版本的話 可能就不會引發那麼多爭議 可是你在前面的時候 你是漫天叫價落地還錢 喊得亂七八糟 結果到最後你看你改出來是這樣 然後你看在看委員會的時候 大家都說黃國昌是附水組織 對不對 你看最後結果 對不起是國民黨聽黃國昌的 黃國昌 所以你說這一套戲嘛 我們本來看到是傅坑曲去拍黃國昌的頭 摸頭殺 那為什麼黃國昌可以接受 搞了半天是傅坑曲給了黃國昌一個 所謂的空白支票 讓黃國昌可以玩這一曲 讓黃國昌可以主導所有的東西 所以搞了半天 傅坑曲其實是個草包 他搞不清楚 他是跟著黃國昌走的 黃國昌讓你有一個名聲有一個舞台嘛 你看傅坑副委員帶著大家在衝殺 實際上這套東西其實是黃國昌要的 我講說這一個會其實最早喊 喊國會改革是誰 是民眾黨啊 黃國昌喊完之後傅坑曲加碼 喊了一大堆 問題是我講句實話 以國民黨現在的狀況 給你這套國會改革的東西 你會玩嗎 是你需要的嗎 他不需要嗎 我覺得他根本不需要 因為你現在的東西就已經玩不夠了 他傅坑曲只會表決而已啊 你要這東西幹嘛 這東西是黃國昌需要的 黃國昌想要的 就你國民黨立委在那邊衝在那邊打 是幫黃國昌開路 是黃國昌要的東西啊 我就講禮拜五那天好了 禮拜五那天的時候 韓國瑜不是講說我們開會開到六點 對 誰反對 黃國昌反對 民眾黨提案說我們開到完為止 對不對 到底是 到底你要告訴我說 到底傅坑吉是黃國昌的小弟 還是黃國昌是傅坑吉的小弟 你完全看法不一樣 當然 其實是這樣子啊 因為這東西 從頭到尾都是黃國昌要的 傅坑吉只需要一個名 你看我現在帶著國民黨衝殺的 感覺很棒 問題是你中間引發了那麼多爭議 到現在為止很多事情說不清楚 而且講白了啦 傅坑吉跟黃國昌兩個 一個是要鬥科學界明 一個是要鬥韓國瑜嘛 對不對 你看表決那天傅坑吉 站在韓國瑜旁邊 對不對 我是老大了 而且你看到 那天你辦了一個臨時的朝野協商 你看到傅坑吉對韓國瑜 是我一直在指責你 我一直在攻擊你 而且我還幫我指責攻擊韓國瑜的影片 全部把它剪成短片 然後全部放到深藍的社團裡面 就是我嚇著你在表決 我管你韓國瑜要不要對不對 我人數多我表決下去 你給我上去主持 你給我上去消水 不管場面怎麼樣 我就講王洪威不是丟出了那個 議場後面被包圍的影片嗎 我就問嘛 你那時候正常來講 你要去表決 很簡單 你要把爭議處理好 你要把院長的人身安全處理好 你國瑜那時候只剩下那幾個女的 誰要去幫... 所以你說傅坑吉根本沒有想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你該做的東西都沒有幫他做啦 你不是一個在尊重院長 人家覺得說你就是天津利益 該幫我敲槌嘛 所以我該幫你做也沒有做嘛 所以傅坑吉在利用韓國瑜 我覺得他就是在鬥韓國瑜啊 講一些實在話 你今天來講 這個這一套法案的東西 你國民黨自己的社會對話有沒有做 也沒有做啊 造成這麼大的爭議 今天如果不是陳慶惠被中嘉賓弄那一下 你國民黨在今天這個意識衝突上面 你可能還占不到便宜 大家輿論可能不會站在你這一邊 好 宇萱 而且搞了半天耶 這棒打老虎機這時候 這個我就搞不懂了 今天弄得真麻煩 後來跟他講的 今天後來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大家都去問黃國昌 不是你國民黨要提的嗎 結果是這樣 喊出最高機密的是黃國昌 他說最後在潤稿的也是黃國昌 按照後子講的 我今天的這個所謂的潤稿弄完了以後 是傅坤奇買單 保倫哥你就知道為什麼黃國昌要給傅坤奇摸頭 拍頭 我拍人沒關係因為老大還是我 我坦白講你今天去問傅坤奇 包括今天我們所有送進去裡面的版本 跟條文這些細節跟內容 到底最終版本是哪一個 我們不討論他到底是不是公開透明的 請問傅坤奇知不知道 他不知道嗎 他不知道嘛 蛤 所以我跟你講這很清楚 我講一個道理各位就懂了 今天去到一間餐廳 傅坤奇是什麼 第一個負責買單的 第二個老兄弟來幫忙威叔的 結果菜是誰點的 菜單是誰下的 全部都是黃國昌 那請問一下到底誰才是大哥 當然是黃國昌才是大哥啊 所以最後final的檔案 真的是黃國昌為主嗎 所以各位不是52加2加8 是8加54 那54票是跟在那8票了嘛 因為我黃國昌一個人主導 整個議案的流程 議案的過程嘛 審議過程我們不談嘛 難怪這個案子的fighter 是黃國昌 這個案子開始在 開始不跟人家吵架的 也是黃國昌 搞了半天為什麼黃國昌 就描迫一下 那國民黨在幹什麼 所以我要跟你講話一個重點 黃國昌叫以小不大 我今天只是一個 小小八黨民眾黨的總召 但我可以透過所有的法案 未來一旦通過之後 我寫的 我訂的 我規範的 要求整個所有立法院 113位委員造販 所以你說今天這個頭拍兩下 屁股給他拍下去 黃國昌都沒問題 都沒毛病嘛 為什麼 因為你傅崑奇當公大頭 去買單嘛 但是我們要回歸到目的性 我就懂了 為什麼傅崑奇要當公大頭 因為理由很簡單 你如果了解傅崑奇 這個人的個性就知道 傅崑奇 他是不是名聲 臭名遠播在外 對不對 大家個人不這樣認為 你知道傅崑奇最要的是什麼嗎 是什麼 要面子 他面子 他最在乎他的名節 缺什麼要什麼 他最要他的名節 所以對於傅崑奇 今天表面上 各位 我們帳面上來看他是什麼 大總召 叫黃國昌 本地啊 你去哪裡你就去哪裡 要你去哪去哪 我這個人想盡榮華富貴 想盡我的面子 但請問一下 他有沒有得到理子 光臨哥 他裡面要通過什麼都不知道 他哪有什麼理子啊 他有面子嘛 那你黃國昌有什麼 黃國昌有理子啊 我今天一個小黨 八票以小不大 我可以把所有的法案 在我的翻雲覆雨狀況下 全部唯我所控 都是我所訂定的 頂多就是一個汪小玲 來跟我抬槓 那我這樣講這個局面 你就懂了 一個汪小玲跟一個黃國昌 你覺得最後拍板 Final的會是誰 黃國昌 當然是黃國昌嘛 汪小玲只是 淨 我講告知義務 黃國昌告知你這個義務 但我們講完了 這個藍白之間的組合是這樣 那我請問一下 藍白這樣湊起來 他們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這當中有一個很至關重要的角色 這個東西才能成局喔 我們剛才一直講黑箱對不對 一直講草野邪漢對不對 一直講為什麼要直接出尾對不對 但少了一個人 這些事情都辦不到 你知道這個人叫誰嗎 誰 柯建銘 你沒有柯建銘 這個雙黃是唱不起來的 寶劉哥 一個銅板敲不響 我問一下喔 如果不是柯建銘在委員會 攏長發言 擺爛 反正我就是什麼都不要 寸土不讓 有辦法直接交付嗎 所以你說 柯建銘跟傅虧兩個在唱雙黃 一個銅板敲不響 我直接跟各位講白話文 柯建銘 傅虧都在司法法治 如果今天柯建銘坐下來說 好 我們今天這個條人來審查 柯建銘說 好啊 這幾條我可以 但這幾條我們可不可以再討論 寶劉哥請問一下 會不會直接復委 直接出尾 不會 但不會嘛 就變得有討論空間嘛 所以就是因為柯建銘 扮演壞人這個角色 這個我們大家都公開直播看得很清楚啊 請問在我們講的朝野協商 大廟那時候有沒有 把韓國瑜綁進去那時候 柯建銘那個像是有要談的意思嗎 沒有 講夠 盤鼓開天 女蛙補天開始從鼓講到金 就跟你瞎唬爛 全部都亂扯通 所以你說柯建銘搞了一個就是 我來破局的 我來踢管的 我是把碗給砸破的 因為你把碗給砸破 你就給了傅崑奇一個 胡作非為的空間 老柯就是鬧嘛 傅崑奇就是罵嘛 那最後他們講的就兩個字 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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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一旦走路表決的時候 韓國瑜變的是什麼 沒有角色了 古搞機器 他就只能立法院組織法第16條 請問現在委員開始表決 時間1分鐘 就每天只能唸這個 他一整天 各位你去掉沒有利益 沒有用的朝野協商 韓國瑜一整天都在唸這種東西 完全沒有作用 所以理由很簡單嘛 傅崑奇藉這部棋可以幹嘛 讓韓國瑜無以附加的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讓他的空間限縮到 根本沒有任何存在價值 而黃國昌得了理智 甚至連朱立倫都在這時候 踹上一條說 這我們新北的 你就看這三個人唱的這部大戲 最後會把誰給玩死 不是 我這一幕又看不懂了 這我其實看了好幾遍 這真的是黃國昌嗎 這真的是黃國昌嗎 這是AI假照還是真的黃國昌 怎麼可能黃國昌被人家摸頭 摸頭是沒有關係的 那個摸頭的方式很奇怪啦 那是拍頭啦 拍頭 而且黃國昌也太高興了吧 對啊 高興嘛 兩個談得愉快嘛 就合作高興了 他把他拍拍他的頭啦 你知道嗎 就這個就是看到寵物 拍拍 寵物 寵物嘛 黃國昌長長得很帥啊 對不對 而我是 我當然不會去拍 我不會帥哥拍頭 幹什麼的 奇怪 富崑奇 這個是不是有這個習慣的 我們做這個事情 但怎麼講 我跟你講這裡面有一個 可以看出來這個動作 這個肢體語言 可以解讀成非常大的一個大方向 什麼大方向 就是黃國昌的決心非常堅定 你知道吧 決心要當小父的小弟 這個大概確定了 這就跟海姓一樣 跨下之主我都忍了 那這個還沒有到那麼 當小弟跟跨下之主 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但是為了新北市民的 奉獻跟犧牲的機會 我覺得黃國昌這個行動 這個我非常支持 拚了 拚了嘛 當然拚了嘛 黃國昌最近到處在問人家 是誰要選新北 誰不要選新北 所以黃國昌的重點在新北 我覺得為了新北 新北將來有可能當總統 所以你知道這一步是他的燈籠布軟 你知道嗎 如果為了摸摸 拍拍頭 然後當 暫時當富小弟 然後兩年後當新北市長 這個你不願意嗎 我就很難講 這個事情很難講 我是 我太老了 沒有條件願意啦 我年輕的話 我可能願意接隨黃國昌 我現在太老了啦 黃國昌本來我上次在這邊 解釋過你忘記了嗎 怎麼樣 爬牆啊 爬牆 爬牆是功夫耶 爬牆要有體力 要向上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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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上去 爬過去 跳過去 黃國昌的 他之所以今天我們富大哥敢 能夠拍他頭 拍頭 這個交情啊 得來不易啊 好幾個月的努力奮鬥 才爭取到 你說我們現在只注意到了黃國昌被拍頭 黃國昌被拍頭這麼高興 可是關鍵就是 富坤奇怎麼敢拍 他怎麼敢拍到說他要知道黃國昌不會生氣 就代表他已經有十足把握了 不用用敢這個字啦 因為這個 因為副委員副總長跟我是好朋友啦 他沒有那個惡意啦 這是一個親密的表現啦 他對黃國昌的認同跟認可 這兩個一定私下還有很多的交流嘛 這不是說突然間你看到我都 對啊你誰敢 你第一個你敢拍 被拍得還這麼高興 那是有很多醞釀過程的 過程他有很多前戲嘛 很多這個 pre treatment有很多前置動作完成了 所以兩個已經有很深厚的革命情感 所以這個不是很容易 黃國昌今天從一個 時代力量這種極端的極律的人 走到跟深藍的交往 到今天這種轉型成功 這是藍子和大丈夫 這幕真的太 我無法形容 太不可思議了 我還真的是不知道我眼睛看了什麼 因為你知道在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我是在立法院裡面守了一陣子的 然後呢 而且我在立法院是看著黃國昌 他們當時跟林非凡在那邊講一大堆 就是我們今天在那邊講 所以當時的黃國昌 是被奉為學運導師 結果現在現在出現變成是 附水組織啊 附水組織 真的是附水組織 我跟你講喔 你不要看這個八桃喔 這個八桃其實意義很深喔 你有看過平輩在八嗎 都是長輩在八下面的人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是我小子耶 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他還講什麼嗎 他說哎呀這個 如果說明天立法院的時候 一定是黃國昌 從第一個去保護 韓國瑜 我跟你說我就準備一個口哨吹 看誰跑第一個 我問你啦 講這種話其實給你招攤 黃國昌讓我更覺得 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其實當你那個 傅崑琴的手過去的時候 你好歹也擋一下吧 你好歹說 啊那個 還要打開手來 結果他不敢這樣 反而是誰這樣 反而是隔一天 今天的陳世軒 站起來直接跟他說什麼 跟他說哎總召你不要這樣子 那我跟你講啦他在這 你看有沒有直接 人家小朋友還敢站起來說 哎總召你不要這樣子 我跟你講其實黃國昌 自己被拔頭 某一種程度上在什麼意思 你已經是總召了耶 你民眾黨的總召被拔頭 對於傅崑琦來講 你所有這些都小的 我給你拔也是拔價而已 好宇軒我們知道啦 明天229其實立法院 各個委員會都要選出他們的招委了 但是現在大家唯一的疑問是 國民黨真的要讓民眾黨嗎 我搞懂一件事情嘛 我今天就是左思右想 奇怪國民黨到底要讓不讓 讓不讓讓不讓 到哪一個委員會 請問到現在為止有沒有明確的答案 沒有啊 亂七八糟一塌不足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從頭到尾就一個人叫傅崑琦 傅崑琦現在扮演的角色很重要 你不要小看他 他在整個招委選舉裡面 從跟柯文哲吃完飯之後 甚至在吃完飯之前 之前在弄院長選舉的時候 我懂了他現在是民眾黨 新四大金剛你知道嗎 他有個封號 他以前叫花蓮王對不對 我現在把它更正 花蓮王不夠精準 他現在叫白蓮王好不好 傅崑琦說 不對啊 我們國民黨是脆弱的多數 所以只有52加2 韓國瑜跟江啟臣不能算 所以沒有民眾黨的話 我們什麼法案都推不過 陳婉姐你知道這個問題在哪裡嗎 在哪裡 我招委讓了 那民眾黨就會支持你嗎 當然不會啊 我問你錢建國招案他不會挺你 不會嘛 請問一下 特徵組會不會挺你 不會啊 不會嘛 所以一大堆法案都不會挺你嘛 對不對 連NCC兩邊要針對的目標跟對象 都不一樣 好不好 不要搞笑了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 好 再來第二件事情 今天浪一洗招委之後 會有什麼重大的後果 你知道嗎 被玩槓桿 柯文哲最會玩的就槓桿 對不對 他可以以小博大七倍槓桿 什麼意思 我今天交通委員會 你以後是不是國民黨 到來找我排案 對 他會講說 好啊你要有排案可以啊 但你七個委員會 我們民眾黨案子 你通通都要送進去 你小博大又來了 欸對嘛 你不要的話 不然我交通不排囉 我重大先生不給你囉 你台中黃建豪 要地方建設是不是 要高價強是不是 欸不要 欸因為你們其他委員會 不同意我們的 變成是你被人家勒索了嘛 對不對 所以換言之 你如果是退縮 巴西都是國民黨 這時候狀況會怎麼樣 民眾黨還要求你耶 要前由爺爺告奶奶 說拜託國民黨 拜託民進黨 給我們排案好不好 那你這時候才可以跟他做進行交換嘛 說好 如果你要的話 我可以讓你過 但是你必須要在大院投票的時候 支持我國民黨 那我覺得奇怪了 你剛才講的這個想法 國民黨自己沒有想到嗎 欸我嚴重懷疑 他們有沒有這個智商 可以去想這件事情 如果真的沒有想到的話 就是我們開頭講講法嘛 盧東承宇你講了嘛 你想的到我想的到 大家都想的到 那為什麼他想不到 但是國民黨委員 欸也不是吃素的 現在開始在玩一個遊戲 大家有沒有玩過 倒霉鬼遊戲 什麼叫倒霉鬼遊戲 誰是倒霉鬼 開始在點兵點將了嘛 第一個被點到誰 司法法治 那時候布崑琪講說 沒有 司法法治 我們不會讓給民眾黨 因為呢 我們有很多這個優秀的法案要推動 二十幾項什麼的 我兩個不是啦 都歪理啦 重點是你布崑琪跟柯文哲講好了嘛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談好 要讓黃珊珊做大 不要讓黃國昌作秀 對不對 因為柯文哲現在跟黃國昌競爭關係 怎麼可能把手上最肥的一塊肉 丟給你黃國昌 再來第二件事情 欸我們講嘛 剛剛講的這叫什麼 講說是 布崑琪跟民眾黨之間 他們有一定的談判跟一定的盤算嘛 但是現在國民黨 來輪到下一個 國防外交 請問現在國防外交誰跳出來了 欸秘歡 欸最兇的那個 咬人 欸我不要 你去別人委員會 不要來我們這邊 我馬文君 他說你去哪裡都可以 就是不要來我的委員會 布崑琪不敢惹他 布崑琪說好好好 此處不留意也自有留意處 又轉到下一個倒霉鬼到哪裡 財政 欸財政更兇猛 賴四寶老江湖 直接來一招捧殺 把這個消息講出來說 欸我聽說有人要來我們財政喔 我沒有意見 欸我都沒關係 但是你要確定欸 黃珊珊喔 他這把黃珊珊這個三字講出來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國民黨辦公室被打爆 網路留言被灌爆 粉酸被灌爆 所以自然無疾的衝跑到陳雪生嘛 但各位 我剛才講了這麼多委員會 到了交通 我終於發現一個大貓膩 交通就是那個倒霉鬼嗎 欸不是也不是 陳雪生嘛對不對 但我問過一件事情喔 理論上到這個委員會去 比如說好我們現在講到交通對不對 是不是要經過廣泛跟所有委員都討論 對 所以你們同不同意嘛 你同不同意嘛對不對 結果發現一個離奇的狀況 昨天傳出消息 傅崑奇信誓旦旦的跟各家委員講 說沒有搞定了 陳雪生願意讓 就你知道今天早上 陳雪生講什麼嗎 怎麼說 欸我不知道 他說不知道這件事 欸欸欸欸 當事人不知道 那傅崑奇是跟誰談的 欸不知道 所以現在只有兩種狀況嘛 要嘛陳雪生說謊 要嘛你傅崑奇說謊 怎麼會說你談好了 然後都不知道了 然後更有趣的來囉 過去最立足藍白河的喔 台中四小福喔 黃建豪跳出來說 我反對 我支持陳雪生繼續當招委 然後我陸陸續續一個一個問下來 魯明者也講說 欸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支持陳雪生 然後我去問尤浩 尤浩就說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剩下幾個 林沛翔秋肉華 廖仙翔那種菜皮疤 廖仙翔只是跳出來說 沒有啦我是覺得說 不要啦但是 總不能跟黨團意見不一樣嘛 這樣感覺起來 會很難堪 所以各位就知道了嘛 現在國民黨內部發生什麼狀況 這各自講各自的嘛 所以這些人完全沒有跟傅崑奇溝通 到現在為止 終於露線了 因為結果剛剛上早 你知道傅崑奇傳出一個消息 他做了什麼事情嗎 做什麼事情 打給王國昌 他說我跟王國昌總召都談好了 他未來所有法案都會與我們合作 都會跟我們共同大一起努力作戰 但是我們沒有談招委 不要騙人了 能夠相信嗎 你一定是談招委了 在那邊胡說八道 但我跟我講喔 你知道交通委員會喔 跟財政委員會他有共同有一個邏輯是什麼 最肥的委員會 你吃掛包有沒有 問老闆 散了 肥的 還是中間 各辦 沒有 我最肥的 就民眾黨 一個是錢最多 一個是預算最多 兩個都是管這種肥的嘛 是民眾黨要的東西嘛 但是你知道拿交通 會受到最嚴重的損害 跟最嚴重的傷害的對象是誰嗎 講萬安 那講萬安 當然嘛 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立法院現在招委選舉 為什麼大家如此的忌憚 因為他緊接著而來的 會衍生到2026的戰局嘛 你在一年之後就要開始打了 那我就問一件事情好了 請問未來如果讓林國成當招委 他是要聽傅崑奇 還是聽柯健民 還是聽柯文哲的 不知道嘛 搞不好去聽柯文哲的啊 應該是聽柯文哲 他不是民眾黨嗎 那你知道交通跟講萬安 有什麼自大自關重的關聯性嗎 為什麼 捷運 所有幾百億幾百億的預算 通通快交通這邊 他如果要給你拿看說 我通通你台北市的預算 我都拒審 我都不排 我不用整理嘛 我不排就好了 那到時候他跟黃三思跑出來說 沒有 這樣啦 我跟你講講萬安 台北市捷運告那麼久 一條線都沒有弄成 還是換人做出我看比較好了 他不是跟你來這下套殺嗎 那還是你要講萬安 去求爺爺告難 說柯文哲拜託 讓我給我預算給我捷運 那沒辦法嘛 所以各位不信你去問 現在所有的國民黨台北市立委 看哪一個說我支持李浪 每一個 王洪輝 李彥秀 徐巧鑫 通通說我們繼續離讓 你不相信 你光看一件事情 最後講一件事情就好了 柯文哲連U-bike 五塊錢要不要省下來 要不要免費 都可以找講萬麻煩喔 這是無中生有的事情喔 他每天自己騎U-bike 還嫌說要交五塊變免費 他不滿意喔 但就請問未來 如果真的給他拿到交通委員會 國民黨所有地方委員的預算 能不能通過 高架橋 鐵路 軌道 通通都要看他臉色 連講萬人捷運都要看他臉色 那請問國民黨2026還要怎麼選 好所以韋翰 如果說所有的這個藍營立委都說 不要不要我們不想讓 但是明天到底會不會讓 到底會不會有一個 所謂的倒霉鬼出現 其實剛剛宇軒妳講得很精確啦 但是我跟你講這一題喔 通常我不是都講得很有自信嗎 這個有那個沒有對不對 這題我不敢講 今天關鍵人士通通手機打得通他不接 都不接 那我現在跟你講說 我們在錄影關鍵時刻的時間 是晚上六點半的 我只能跟你講 明天交通委員會讓給林國城的機率 應該有87%啦 87%這麼高 但是87%不是不能再高 還有13%的機會 13個會翻盤啊 你看你怎麼排啊 你拿到這個對不對 同好說你來把它拆成4對不對 兩隻三隻 那你就不會贏了 你不會打這個排話 來 觀眾朋友 剛剛宇軒妳講的 我接著後面說啦 現在是這樣 所有的國民黨立委 感受到國民黨的支持者 非常強烈的反對 先把它講清楚囉 國民黨的支持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看到什麼支持的 理由很簡單 如果這叫海事三盟 簽下去之後 哪上妳就可以自願意多拿好幾塊 那我就簽了嘛 對不對 我去當兵為什麼要簽 因為簽了有多錢啊 那請問如果簽了沒有多錢 我來簽個春天 簽個心酸 簽個寂寞 對不對 那國民黨現在把招委讓給林國城 我等一下會把很快 各個委員會的分析給妳聽喔 那如果能夠換來未來的三年多 因為已經一個月嘛 三年又十一個月 藍白的52票加2票的高金素媒 跟慈豪明加8票的民眾黨 62票能夠通通的一路投到2028 我相信國民黨裡面的這個 這個贊同派呢 一定會至少超過一半 就62票嘛 62聯盟嘛 我另外講個花絮 今天這個不要太嚴肅 黃國昌是62年次的啦 那傅崑啟是1962年啦 所以他們兩個剛好有62共識 希望投注62票 所以就談了個半天 那問題是黃國昌這個呢 是司法法治文會 八個文會嘛觀眾朋友 八個文會 司法法治呢 現在目前的預定招委是吳宗憲 他是侯友宜的人嘛 又是新北市的法治局 所以他對於這塊很熟悉 讓他來當招委 那國民黨裡面 司法法治裡面還有謝龍介 羅志強 翁曉玲 林思明跟傅崑啟嘛 那黨邊對黨邊 柯建民跟這個吳思堯 還有莊勒雄也在司法法治 那剛好讓黃國昌去 跟柯建民兩個人在那邊收拾 欸 國民黨可以看 騎關山看北收拾 但是呢 這一期已經答應是吳宗憲的 不能退 黃國昌也說我沒有意願 我只要幹兩年就要走了 所以重點在於說 今天如果讓 不管是林國城 黃珊珊或黃國昌 或陳昭治好了啦 你讓了一個以後 能保證以後 民進黨的8票會跟高清素沒一樣 院長也投韓國瑜 未來都跟國民黨一起 不管是任何的弊案啊 潛艦啊 或者是NCC人事案啊 法案啊 預算都跟國民黨一起投 我相信連朱立倫主席都會同意 但沒有耶 只有說議題相同的時候可以合作 我跟黃國昌本人他也是這樣講啊 我們也要變小藍 那這種時候讓給他的那個動機 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強烈 我今天付出了這個 不一定能夠換到貨 那我要去抽什麼 有點像我抽盲盒一樣啊 抽個開心 打開以後 居然這個盲盒是空的 恭喜你可以再抽一次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很多的這個立委接到電話之後 現在的說法 這個陳寅是說 我們不反對 因為既然總召這樣講嘛 但是對不起 我這個委會我不要 所以巨大廳講說國防外交耶 我是國防外交 對不起我們不要 然後羅明彩我剛剛講 因為他很資深 他跟傅瑋傑也不錯 他在共事營的時候呢 有講了一句話 他說呢 我這麼資深 如果黨需要 我可以讓 所以這句話就被拿出來 讓令牌的 欸 羅明彩都可以讓啊 你們大家聽清楚喔 所以就要去一個個委員會 去詢問你們可不可以 陳雪森是交通委員會 他讓的人呢 是林國成 為什麼會是他 因為很簡單 羅明彩如果讓的話 那個聲音 讓的人是黃珊珊 那黃珊珊這不重要 民眾黨跟國民黨藍白黑 已經去年核道有裂痕了 黃珊珊算是確實啦 在合作不愉快以後 對國民黨出手很重的人 所以有人講說 我不要跟民眾黨合作 藍白核簽下去也不一定 這個就會信守承諾 何況是黃珊珊 所以林家欣馬上就說 你只要讓給黃珊珊 我當天立刻退黨 那怎麼辦呢 存Q嘛 那不然再換一下好了 陳昭芝呢 陳昭芝在衛環委會啊 衛環 他不是要這個代理育母啊 跟我們的陳清輝委員 一線很相同嘛 那可以讓他啦 但等一下 你在這個衛環委會 當中有問過黃玉銘嗎 沒有 黃玉銘就是現在 目前內定的這個趙偉 趙偉一定是資深的嘛 所以最後推來推去 想到有一個人吳亥 國民岳父林國成 他也當過議員 然後他早年也是 系出國民黨 然後再親民黨 也不是那麼的主戰派 然後他又是林真宇的爸爸 所以呢這個過程當中呢 覺得很多年輕人喜歡林真宇 所以就想到 不然就讓林國成好了 那陳雪昇 陳雪昇被點名之後 他現在也都趨於低調 因為陳雪昇 他不想要表態打副公司的臉 但是陳昭芝講到這裡 交通委員會裡面 有一個叫做黃建豪的 今天叫我表態 因為他被逼急了嘛 與其有人在網上發起說 哪一個人現在有戰鬥籃對不對 知識籃對不對 他們說哪一群人點出來 倒貼籃 敢倒貼的 下次不投給你 所以現在有個姓名字叫倒貼籃啦 黃建豪的舉手說 黃建豪 我一定投給陳雪昇 陳雪昇要不要讓我不管 我國民黨的立委 我就投給國民黨的召委 我不會投給林國成 那如果弄到後來 弄到後來 即使當事人 譬如說陳雪昇 羅明彩他們同意 可是同委委會裡面的其他立委 他們擔心回到基層被基層 這個到時候嗆說下次不投的話 他也硬要投 算算票不夠 那為什麼用 所以這種時候呢 其實國民黨現在目前 為什麼這幾次 我說今天下我打到現在 電話打不通就是這樣 包含了朱立倫主席傅昆奇總召 跟這個洪孟凱書記長 應該是莫里修 到底要怎麼辦 要找哪一個人出來跟合作 但問題是 我覺得關鍵在這裡 你不要問說合作裡頭會怎麼樣 不怎麼樣嘛 也不一定包投嘛 但倒回來 如果不合作稍微呢 國民黨都天風地裂嗎 如果真的那麼喜歡 我做結論了 陳穎 我做結論了 如果國民黨真的覺得 跟民眾黨這8票這麼的重要 其實你2月1號就讓給民眾黨 他這8票就跟你52票加2票 就合在一起啊 來不及了對不對 沒關係 明天來得及 你把7個委員會 高進數美已經講好就算了 通通讓給民眾黨 每一個委員會的招委都是民眾黨 保證這7票就會投過來了 你就有52加2加7 沒有62也有61 你就能夠壓制民進黨了 喂 現在在立法院有個東西 我看不懂了 現在立國民黨黨團說 我要開一個臨時會 開要臨時會幹嘛 因為現在不是台糖 有個瘦肉筋的風波嗎 那當時給了盧秀燕很大的壓力吧 那我們現在把他討回來 我們要行政院長來做報告 結果沒有想到說 我要開立時會啊 我要來報告這件事情啊 結果 韓國瑜打了一耳光回去 保證哥 立法院 有一個傳說叫做僑王 有聽過吧 什麼事情就需要調和鼎奈 以前第一代僑王是誰 當時立法院長 整整17年的王清平 王清平離開以後 唯有死君與我 柯建平僑王2.0 保證哥我今天突然發現 僑王3.0出現了 僑王3.0 韓國瑜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今天所有媒體 大家翻開電子包裡看 韓國瑜打臉傅崑奇啊 打臉傅崑奇 傅崑奇不是他好兄弟嗎 兩個人不是對不對 每天都是對不對在一起 立下挖滴嗎 怎麼會傅崑奇 帶領國民黨的52加2 還有兩個五黨籍 我們要這個 立法院開臨時會 觀眾朋友 這個先不要分藍綠版 我先跟大家報告 因為這個韓國瑜找的 立法院的秘書長叫湊萬來 他是義式活字典 他都沒辦法解讀 2月到5月一個會期 9月到12月底一個會期 觀眾朋友 只有在會期期間 就開會 以及非開會 修會期間 修會才能開臨時會 那今天是幾號 2月16 提出來那天是2月14 那就是在會期當中啊 現在就是在會期中啊 你要把還是提前開會 那怎麼提前開會 那就要朝野協商 可是你朝野協商過沒有 有喔 過年前朝野協商是哪一天 2月20 所以已經定案的東西 國民黨現在希望提早 這個其實基本上帶來理解 就是說 因為收入金的關係 我們這個 跟我們食安有關 我們要快點請行政院長 陳建良的報告 可是 誰都沒有想到 居然 國民黨的五十幾個立委 在傅昆奇的帶領之下 洪夢凱衝出去說 我們要先開臨時會 連柯文哲都跟進說 對啊這樣子應該要來開臨時會 第一個 臨時會上課之後講錯了 但是問題是韓國瑜 太不好意思打臉自己人啊 怎麼辦 週刊來了躲起來 都沒講話 昨天說今天要朝野協商 明天禮拜六 觀眾朋友今天禮拜五 我們看關鍵時刻對不對 禮拜六因為 他的整個上班日 那個調度的關係 補課補價 明天是上班上課日 所以以為說 那我們可以來開會啊 可是觀眾朋友 我從沒有聽過立法院沒有開會就開會了 而且立法院的開議 就是二五一次會 五二一次會 一定要禮拜二禮拜五 明天禮拜六你是怎麼開 所以這種狀況下你知道 我就講 我什麼叫僑王3.0 他叫做軟中待印 他明明知道不可以 可是他也不要說不要 他就整個就神盾了 兩天找不到人 昨天晚上大家講說 那這樣韓國瑜今天 觀眾朋友你昨天看報紙 是不是講今天朝野協商明天開會對不對 今天有朝野協商嗎 沒有 那今天有發出朝野協商通知嗎 也沒有 那到底院長跑去哪裡 下午四點半 AIT的處長 孫小雅到立法院的時候 孫小雅的處長 來來來來 我們在立法院 大家照個相 照完之後記者都會 對這個畫面 記者問說那這樣請問院長 我們還要朝野協商嗎 沒有辦法朝野協商 那不然就下個禮拜一 19號再來舉辦朝野協商 所以寶球哥 第一個 我們講現實狀況面 副坤奇的期待明天呈現 到立法院報告這件事情 泡湯 因為不可能嗎 因為今天禮拜五了沒有開這個 沒有要求立法院的新聞 你如果大院要請行政院長來 你要發文 沒有 第二個 他雖然軟中待運 陰中有軟 如果我們下禮拜一再來協商 可是下禮拜一協商 你打了一個耳光以後 你要給他呼呼上個藥 所以我如果可以協商 下禮拜一協商 可是寶球哥 下禮拜二就要開議了 下禮拜一早上協商 他也是下禮拜二開議 對不對 所以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所以呢 韓國瑜他用昨天晚上 外傳今天要協商 可是他一直沒有回應 一直消失到今天下午四點半出來 我立法院院院長 我去哪裡我有其他公務啊 孫小雅來了 我當然回到立法院 那我沒有召開協商 中央之下的時候 很簡單寶球哥 軟中帶陰 但是印尼也有軟 他也給傅昆琦一個台階下 之後他要告訴傅昆琦 跟告訴朱立倫一件事情 立法院現在我當家 我才是立法院的院長啊 你國民黨的五幾個立委 都喔喔喔我們要開領事會 領事會上個字 我剛講的已經錯了嘛 然後你居然這個事情證明說 傅昆琦顯然沒有跟韓國瑜討論過 所以他直接就喊衝 我們要禮拜六讓陳建人來報告 沒想到不是柯建民阻止的這件事情 是韓國瑜用巧妙的消失24小時 讓這事情沒有發生 也顧及了傅昆琦的顏面 我們下禮拜一再協調 然後呢也維持了原本第一次 我當立法院長韓國瑜的 所做的超級相當的結果 我就是講二月二十四要開議嘛 你們為什麼要翻盤 而且不來跟我協調呢 既然不來跟我協調 你們就沒得完 這個事情不會發生 可是我也顧及你的顏面 那寶哲哥你要知道 當韓國瑜做出這些手腕的時候 他忽然發現說 他跟過去王金平跟柯建民的 那種人設跟他們的人格特質都不一樣 柯建民比較硬 直衝跟你對幹了 大家可以遇失俱焚 我不會退縮 黃金平比較軟 但是呢 韓國瑜是軟中但硬還有點油 讓你抓不住他 傅昆琦這次可以說是摘了一個跟頭 好所以會成 剛才講到的 這次立法院要不要開臨時會 今天國民黨黨團要不要找 行政院長來報告 這個居然是他們內部的鬥爭 居然是國民黨在比誰是老大 對因為其實傅昆琦這個消息一出之後 應該是這樣講 一開始上班那天 韓國瑜沒有到 傅昆琦就直接率領著 他在送家子說 我們要加開臨時會要什麼 馬上被綠營打臉啊 他說你是不馬來不馬 怎麼可能開臨時會 現在已經開業了 怎麼會有 只有在休會的時候 才有加開臨時會的議題嗎 所以當時他們就被綠營的取笑 那現在韓國瑜要怎麼樣 去化解這個問題 大家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不對耶 明明立法院長也是你自己動的 你怎麼沒有事先諮詢 沒有諮詢 沒有事先諮詢 第二件事情 傅昆琦搞了一個共識營 他說我們這一次的新的立委 國民黨的立委很多 我們大家有共識營 你看地點在哪裡 花蓮 全部拉到花蓮去入住 芙蓉飯店 而且看起來好像是三天兩夜 禮拜六禮拜天禮拜一 然後呢 家眷立友安排 然後東大門夜市巡禮 有機香草市場的下午茶 泰魯閣山岳吊橋之旅 你看你覺得 這是所謂的新的立委 的一個共識營嗎 不是吧 這看起來像對我來講像什麼 是花蓮王邀請所有人 來到我的地盤 跟大家開始混亂 開始搞平衡或者是拉幫結派 那有趣的來了 明明立法院的頭是韓國瑜 為什麼你付困器 嘩巴啪啪把所有人拉到花蓮 變成了花蓮王邀 搞共識營 對 你不覺得很妙嗎 所以呢 現在就有人認為說 到底韓國瑜跟付困器之間 是不是感覺之內 有一點明真暗動 那你是總招嗎 但是他一弄出來之後 反而被人家笑 被人家笑什麼 原來你是草包啊 你連整個議事規則 都沒有搞清楚 你還來搞這些 第二件事情 其實大家也在質疑一件事情 這個所謂的瘦肉精 連盧秀燕自己都想翻頁了 盧秀燕在過年的時候就說 這個東西其實什麼 都已經要放下了 為什麼現在他們突然之間 要以這個 然後要來行政院報告 你覺得行政院報告下去 這個議題掀開來 你覺得他對盧秀燕是好還是不好 為什麼傅崑奇這時候 要弄一個這個東西 大家看起來感覺你在搞盧秀燕 所以有人認為 是不是有人不希望 2028年是盧秀燕出來 那傅崑奇會不會幫他的好朋友 朱立倫在事件搞這件事情 不知道 但是很多人認為 整件事情看起來 國民黨私底下的一些風波 看起來還在那邊攪滾當中 宇軒 這個今天傳出來說 今天我跟他講的 傅崑奇講 黨團充分討論 達成共識會跟民眾黨合作 趙偉不排除合作 這兩天會跟民眾黨溝通 然後傳出說 國民黨會讓出議席趙偉 整個國民黨的基層 真的炸炸鍋了吧 通常人家講 被騙一次叫做什麼 單純 被騙兩次叫做傻 你知道被騙三次叫什麼嗎 為什麼 國民黨 被騙三次就叫國民黨 受不了怎麼有人這麼傻 被騙三次 法律根知道炸鍋到什麼程度 今天你要當傻子當笨蛋 當白痴就算了 結果國民黨的支持者 不想當笨蛋 國民黨是笨蛋的代名詞 現在已經確定了 來我跟各位講 就來今天早上 各位我在我的節目裡面 人不多 三千多人而已 你知道我做了一個調查 調查是什麼嗎 如果國民黨讓趙偉 你2026年還投不投得下去 結果呢 超過500票你知道怎麼樣嗎 我才不要投你 你國民黨敢讓 我打死都不投你 打死不投 打死不投嘛 你知道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啊 既然你那麼愛讓對不對 招偉要讓對不對 他說好 那你國民黨 2026年 全部每一個地方 六都都讓民眾黨去選就好了 都讓他們去選就好了嘛 國民黨的支持者 有這麼反彈嗎 讓議席都不行 你要了解 國民黨支持者的特性嘛 首先要有一個大前提 請問國民黨現在比較恨民進黨 還比較恨民眾黨 當然是比較恨民眾黨 真的假的 當然啦 現在國民黨跟民眾黨兩黨的最大敵人 都變民眾黨了 國民黨現在有一個氛圍 就是我們寧願藍綠和也不要藍白和嘛 那理由很簡單 那我就問一件事情好了 請問六點聲明 民眾黨有沒有任何道歉 沒有 請問軍樂飯店是誰羞辱誰 還是民眾黨嘛對不對 請問到了現在是誰每天在臉書 說你六趴黨對不對 說你統計黨 說你浪六趴 笑你國民黨 說你是侯老三 這些人是民進黨嗎 民眾黨 通通都是民眾黨 所以保健康 我反問一件事情 現在才過一個多月而已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民眾黨到現在為止 都還在瞧不起國民黨 都還在霸凌國民黨 對於這些基層而言 有沒有辦法去接受 我現在自己熱臉去添你冷屁股說 好啦 稍微繼續給你啦 有辦法接受嗎 所以覺得太羞辱了 所以今天真的國民黨 中央黨部 還有黨團 加上各個立委 臉書真的被關爆了嗎 當然嘛 我隨便唸幾段給各位聽好不好 來 如果敢讓趙偉在藍白河 我抗我2026 會不會有人願意挺你 反對禮讓趙偉給民眾黨 我今年39歲 如果禮讓 我退黨兩年後 連蔣萬安 來 連蔣萬安我都投不下去了 連蔣萬安也不投 蔣萬安是什麼樣的人啊 蔣萬安是去到高雄 那我婆婆媽媽說 啊 萬安 這種政治明星耶 連蔣萬安都沒有辦法難擋這個風潮 而且再來我跟各位報告 各個委員的辦公室 國民黨黨部電話都已經被打爆了 這麼嚴重嗎 國民黨支持者最喜歡打電話了 只要一言不合就打電話 把你電話灌爆 罵爆你 每天各位 我們去到黨中央 你知道會看到什麼狀況嗎 一樓阿姨很可憐 一直在接電話 沒有啦 那個誤會啦 不是誤會 國民黨真的想要讓民眾黨 現在出現狀況就是這樣 所以基層大炸鍋嘛 聽不到我們講 現在國民黨有人在信齋樂禍 我傅崑琦先看著 你先看賴四寶怎麼講 太好笑了 賴四寶說 哎呀我有收到訊息啊 但是這個呢 會禮讓的是誰 蔡偉 蔡偉嘛 但他要補充一句喔 這句話最狠毒 他說可是蔡偉 對方是黃珊珊耶 哈哈哈哈 他直接把這句話講出來 你知道他是故意在幹嘛嗎 激起群情激憤 因為賴四寶怎麼可能讓裁偉 賴四寶在裁偉待了多久 各位 至少兩屆三屆四屆五屆 所以您意思說 國民黨什麼都可能讓 絕對不可能讓出財政委員會 而今天賴四寶丟出這句話 是故意給不虧其難堪 還有一個重點是 現在黃珊珊 是國民黨的公敵嗎 這條康要把他收的嘛 各位大家都知道 撕毀六點聲明 你那個母檢會的會長叫黃珊珊 林濤最恨的就是黃珊珊 就連一講出黃珊珊之後 林濤朱立倫系統 馬上出來發文 誰可以接受黃珊珊 我可以接受林國城 吳春城什麼林義軍都可以 就是不能你黃珊珊 但傅崑崎為什麼他現在 宣布縱使之地要描向他 為什麼 因為傅崑崎有私心嘛 什麼意思 手錄太粗的 有私心 我就問第一件事情好了 今天傅崑崎弄這個大動作 包括花蓮共識營 他想要把大家找來 他到底要做什麼 他幹嘛 秀肌肉嘛 秀肌肉嘛 但是他現在 我是國民黨的頭腦 對嘛 他秀肌肉有兩個目的嘛 第一個要對準的是誰 韓國瑜吧 我想要拉攏民眾黨 我遐揚以致重 即便說我會把我整個黨都賣掉 但他可以達到什麼目的 我站在韓國瑜頭上 我就舒服我的鬆懷 這傅崑崎第一個目的 但他犯了第二個錯誤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是各家老立委都跳出來 因為你對朱立倫開槍嘛 他說我想要選黨主席嘛 這個消息傳出來了嘛 對不對 而且傅崑崎真的是 多頭馬車到處開花 一下說要挑戰韓國瑜 一下說要選新北市場 一下又說要去挑戰朱立倫 那麼敵人都不集結了嘛 對 所以他今天這個 我們講啊 花蓮弄這樣大秀 整個大出包 欸傅崑崎其實他有在盤算的喔 他為什麼這樣講 各位召開共識營 什麼時候決定說召委的 他是第二天 第二天的時候他說 來 所有助理請大家清場出去 我們所有只剩下委員帶在裡面喔 然後進行什麼 秘密會議 他說來 我們今天很公平 大家要有共識嘛對不對 他說我們公開舉手表決 所以最後保利哥你知道票數幾票嗎 多少票 贊成的10票 反對的5票 去5票 欸其他人咧 欸很懸殊嘛 不表態 其他人都不敢表態 有些人是菜膠啊 有些人不知道為什麼重點是不表態嗎 請問喔 今天我在裡面 如果我說我支持贊成 傳出來之後 會不會如同這樣子 地方炸鍋 這些立法人哪一個名字還要選的 會難的嗎 都不用選了嘛 絕對跟你翻臉了嘛 來 你說你不贊成對不對 他會有一個狀況 不贊成是公開嘛對不對 那請問 是不是未來 你就不用藍白痕 你也拿不到年輕人票 所以這是一個陷阱題嘛 副官警很清楚在玩一個陷阱題 就是說我管你說贊成不贊成 反正呢我只要把我的樁腳扛啊厚 大家都不敢表態 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如同我講的 整個黨團被我拖下海 當背書 我就說欸這是國民黨的共識嘛 所以他用這種方法在操弄在玩了嘛 這傅崑奇的這種 耳於我詐嘛 但真正厲害的是什麼 裡面一定會有暗裝嘛 暗裝出來跑出來說什麼 呃這個那個內部表決 傅崑奇說什麼 傅崑奇說什麼 不然我張雨萱怎麼會知道 內部人出來把這件事情通通講出來嘛 所以傅崑奇現在 才會成為全部人攻擊的縱使之地 好 陳先生 現在這個消息傳出來以後 真的國民黨炸鍋了嗎 你們那邊有收到很多電話嗎 現在真的有可能讓招偉出去嗎 基層真的是炸鍋了 這是炸鍋 我有在我們自己選區裡面 各種的群組齁 每一個基層的 就到裡下面我們都有群組 幾乎每一個人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好險我沒有被罵為什麼呢 所以你故意不屑 沒有 我是剛好生病 但是呢 哪那麼剛好生病的 真的啦 但是每一個人都跟我說 巧心你講的太對了 我們國民黨不是不能讓 但是我們要讓誰 讓高金素煤 這才是真正跟國民黨 長期合作的夥伴 但是民眾黨不好意思 現在國民黨有54席 要讓以後再說以後再看看 大家都得到了那個軍越恐懼症 尤其我們的居城 只要想到當時軍越的畫面 晚上可能睡不著覺瑟瑟發抖 大家都怎麼說呢 大家說以前交換 為什麼要跟民眾黨去交換招委 因為我們只有30幾席而已啊 但今天國民黨有幾席 有54席 所以不需要去換任何一席的情況下 國民黨在每一個委員會都可以有 一席招委 那為什麼我們沒事要去跟人家換呢 那副會不會怎麼講說 你們已經有充分溝通 而且會跟民眾黨合作 而且招委不排除合作 這個非常有趣喔 因為當天確實就是有一個 投票表決的階段 但大家要想啊 多數的人根本沒表態啊 直接不舉手啊 因為你不管舉手哪一邊 你感覺出去之後 別人在那邊講說 剛才那個誰誰誰他舉同意 他舉不同意 你就傳出去嘛 所以要嘛像我跟沒去喔 不在場證明 要嘛其他人就直接 當下就不表態 所以不表態的人其實才是多數 但我們盤點來看 實際上真的沒有讓的必要 為什麼呢 因為民眾黨裡面 八席裡面有七個 都是新人 跟我一樣都是菜鳥 你說要他們去 比如說林毅君好了 沒有對他不敬的意思 但他要去做 國防外交委員會的招委嗎 他自己可能也會很緊張 所以民眾黨這七席裡面 本來就沒有跟國民黨來爭取嘛 只有黃國昌這一席 欸有細看 但當傅昆琦做國民黨的總招 他自己就在 司法法式委員會的時候 你說 如果民眾黨的總招是司法法制委員會的招委 國民黨的總招只是成員之一 這是像話嗎 這能看嗎 這根本不可能嘛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覺得 財政委員會也不可能讓的原因 裡面有兩席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欸 喔不 是三席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有賴世保 有李彥秀 有王鴻威 當黃國昌今天怎麼講的 他說黃珊珊要去選台北市長挑戰蔣萬安 那請問這三個國民黨在台北市的區域立委 他在財政委員會要怎麼投招委給黃珊珊 所以你去支持黃珊珊就代表你去幫助黃珊珊 你幫助黃珊珊就代表未來跟蔣萬安對決 沒錯 所以我們的基層台北市的 黃國昌快把他故意講這個 這就是非常奇怪 因為昨天人家才說要去禮讓 然後呢今天才傳出有黃珊珊 那你馬上就講黃珊珊要選台北市長 我會支持珊珊 你要支持珊珊珊珊珊要選台北市長 那國民黨的三席台北市的立法委員 他怎麼可能投下那個票 他下一屆還要不要選立法委員啊 這都是區域的立委欸 因為財政委員會裡面都是區域的進去搶 黃珊珊他們也是各懷鬼胎 所以啊 我就在想說這整個過程當中 他只是加深了更多 沒有辦法禮讓的因素而已 所以我認為傅宽奇你頂多說 他釋出一個善意 但實際上現實面來說的話 我認為這個會期裡面 民眾黨不會有任何一起招待 不會 國民黨不會支持 我很難支持下去啊 尤其現在的民意變成是 所有的民眾開始打電話 開始批評 開始攻擊說 如果你們敢讓民眾黨 我下一屆就不要支持你 那所有的立法委員 有選區的壓力 有民意的壓力 這一票要怎麼投下去 黃珊珊 按照巧信 剛剛這樣講 這一個簡單的招委選舉 大家各懷鬼胎 對 那個招委選舉啊 是很務實的東西啦 按照目前媒體的報導 就是說國民黨傳出要讓一席 讓一席 讓一席這個沒有道理在哪裡的 小青剛剛講很清楚 我們只講數據的遊戲啦 我讓一席是交易什麼東西回來 我有讓會有所得嘛 結果看起來沒有所得啊 而且剛剛講很好啊 像這個金樹梅這個應該要讓 對 因為金樹梅是長期盟友嘛 我讓給我的盟友 為了我長期結盟的穩定性 對 這個是有策略的 那跟民眾黨不行嗎 不是 民眾黨沒有 沒有 民眾黨好 要回到 民眾黨是一個不可信任的政黨嘛 到現在為止 民眾黨內部還在鬥爭嘛 上一回的 為什麼要讓 我記得 你記不記得 我在這個節目裡面講過一句話 對 我說 柯文哲要跟這個傅昆吉吃飯的 這個飯局的目的 就是要求招委 你記不記得 有 你講了 這句話就是要招委來吃這個飯嘛 對 結果今天傳出來 招委結果是要讓黃珊珊當招委嘛 那這個更合乎邏輯啦 怎麼樣 又是合乎 柯文哲的權力邏輯啊 就表示在這個民眾黨的 立法院黨團目前的主導者 已經 黃國昌已經出局了嘛 變成黃珊珊是真正的主導者 然後柯文哲要老帥清真嘛 因為他變成民眾黨 跟國民黨的窗口了 窗口 然後主導者是誰呢 民眾黨的80主導者 由柯文哲主席總召 御駕清真 御駕清真了嘛 所以這次權力結構已經有變化了嘛 所以從權力結構的變化 來看這個事情 那這時候就給了 傅崑奇一個機會嘛 傅崑奇當然想要掌握民眾黨嘛 增加整個在野的團結的力量啊 好 那就會有 可是他這個前提必須要建立在哪裡呢 要建立在 民國民黨黨團的共識要先形成嘛 就傅崑奇能不能夠主導國民黨黨團 不能嘛 那只有兩個人能主導嘛 一個是總召能夠主導嘛 對 我們黨團是共識爵啦 對 但是共識爵來講的話 如果你能夠主導的話 也就等於共識等於主導 對不對 那到底是韓國瑜主導還是傅崑奇主導 我要問你啊 這很簡單的問題嘛 就跑到韓國瑜跟傅崑奇 能不能夠主導代表國民黨黨團 當年的王清平的優勢在哪裡 代表黨團 對嘛 他完全掌握黨團 才能夠跟阿扁叫板嘛 是不是這樣講 是 才有拿了國民黨黨團的席次的 數量的優勢 來跟陳水扁談條件嘛 對 這個民主選舉 這是主人頭的遊戲啊 那現在傅崑奇到底能不能夠 能不能夠掌握這個國民黨黨團 不穩定嘛 結果他在這個時候基礎不穩 直接要跳去掌握這個 跟民眾黨的結盟的時候 他就缺乏一個權力基礎 那何況 他這個國民黨的權力基礎 因為只有一個主導者嘛 對 不是韓就是傅嘛 那你覺得目前的態勢 是對韓有利還對傅有利 對韓有利 當然對韓有利啊 所以有一點 這個權力結果 所以在短時間之內 如果是這種操作方式的話 然後民眾黨仍然是讓全台灣老百姓 是一個沒有信用的政黨的話 那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一定變成被丟包的一個政黨 而且沒得談 沒有人會跟他談 而且然後這裡面的 耳魚我炸就很有意識了 我看到報紙我也嚇一跳 因為我太瞭解民進 我不太懂這個立法院的細節 對 但是我很懂財政委員會 因為財政委員會管的東西 就是金融會跟 金融單位 對 銀行嘛 銀行啦 賴斯堡怎麼可能把銀行這個東西 讓出去 讓出去 給你民眾黨呢 開什麼玩笑呢 我還沒有想到選舉 剛剛小金講的是選舉的壓力 那我想的是實際上的政治資源 財政委員會是全立法委員 這個委員會裡面 最不容易上媒體的 到財政委員會的委員們 都是為了經營資源 講白的就是這麼回事 含金量最高 對 含金量最高 然後曝光度最低 是不是這樣講 你看哪一個財政委員會 你聽過 你過去有真正常問什麼問題 有上電視 沒有 他的新聞上不了電視的嘛 銀行給你銀行貸款上電視幹嘛 最好大家都不要知道 結果把這個玩意讓給黃珊珊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 後來你剛剛一跟我解讀我懂了 原來是什麼 就是報倒 報倒 報了就倒 所以你剛剛不是講說 現在柯文哲最希望的就是黃珊珊 當召集人嗎 當然柯文哲已經在 他最希望是黃珊珊來主導 然後他自己 因為黃珊珊主導的情況之下 聽他的話 然後他又每天跑去當政策會的主委 柯文哲直接介入民進民眾黨的操作嘛 那這個操作的情況之下 必須要有一個國民黨的內應啊 這個回到我們藍白和六點共識的情況一樣 六點共識的時候你記不記得 那是誰是他的內應 那個朱立倫是 是柯文哲的內應嘛 馬英九那個傻瓜也是他內應嘛 有朱立倫跟馬英九兩個 配合的這個柯文哲嘛 才有這個藍白和六點共識嘛 最後還是被柯文哲出賣掉嘛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每一次要搞藍白和 要去設計陷害別的政黨的時候 對方一定要有一個傻瓜被他騙 那這個這一次被騙的人 傅崑奇 沒有完全上套啦 但是傅崑奇被柯文哲套了一半 套了一半 再套下去的話就掛掉 但是這個局被這樣 整個這樣鬧了一個週末下來 結果就是小金剛剛講的 這個局已經破局了 宇雪 這個共識你剛剛講的變成砸鍋大會 我覺得已經很誇張對不對 我覺得更誇張的一條新聞是 國民黨也算是加大業大 我剛剛講餓死的落頭比馬大 怎麼會今天朝期的 現在是怎麼說全國第一大黨團 跑到花蓮之後 不知道誰要付錢 還有人非常尷尬的把黑卡拿出來 法律說傅崑奇沒有辦法凝聚共識搞砸鍋 這個我不意外嘛 但我意外的是一件事情 傅崑奇怎麼會付不出錢來呢 對不對傅崑奇過去是以什麼著稱 花錢最趕花最海派到處送西瓜嘛 所以這顯然是有一個故事嘛 是誰要弄他 他被弄啦 朱立倫要弄他嘛 誰叫你要講你要選黨主席你活該 對不對 朱立倫要弄他 來各位這個新聞傳出來第一時間是這樣 一群國民黨立委呢 突然莫名其妙跑一則新聞說 我們跑到這個共識迎來 吃飯要花自己的交通要花自己的 然後這個飯店要花自己的 好可憐喔 自己出錢 誒說我氣到要砸鍋了嘛 氣到我這個馬上要揚長離去高哥離席了嘛 那保理哥我問這個消息怎麼會跑出這樣子勒 請問訂飯店請問吃餐廳這個東西 通常前是什麼時候決定 那早就該決定了啊 你要訂這麼大各位 五十四席立委 一個月錢就已經付乾淨了嘛 那為什麼會鬧出這個分稱 因為是國民黨中央按照慣例 他說我來處理我來處理 跟這樣傅昆琦這樣講嘛 所以傅昆琦他會不會備錢 他會不會準備錢 他當然不準備嘛 你國民黨你說你要付 那我就給你付啊 但是傅昆琦他自己私底下還是有準備 他有準備 以防萬一 這個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度 省得你對我搞音的對不對 錢都準備好了 結果有沒有搞音的 真的搞音的 還沒搞音的 當然各位 朱立倫一來 我跟你講他整個共識營 講了什麼 大家都沒人知道 大家只知道他講一件事情 黑卡 我帶黑卡來 莫名其妙 這共識營在扯錢 朱立倫上來就這樣 他說我知道各位委員 大家不要擔心 他為什麼會這樣講 真的有人擔心嗎 要有人擔心 他才會講這樣的話 對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媒體放出有人擔心 朱立倫說有人擔心 所以等於就是大家對於傅昆琦 感到很不放心 他塑造出這個氛圍了嘛 他帶上自私說 大家不要擔心 來來來來 主席來解救大家了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主席這個錢包很瘦 找了江俊庭 卡刷不過 沒關係 我們找了這個 大富婆 如果徐宇貞 你到黑卡 沒關係 刷下去 但其實這個刷的是卡 還是刷的是什麼 在刷傅昆琦的臉嘛 在吸你的臉嘛 所以我要付45萬的賬 要用黑卡才能刷 寶樂哥 一天45萬 不是三天喔 三天要150萬 他在做什麼姿態 他等於說 跑到傅昆琦的場次 你要選黨主席對不對 我給你難看 我先跟你講我黨中要出錢 然後你傅昆琦傻傻的 真的沒有先付 然後我來之後呢 我再一付是你傅昆琦沒付錢 是我朱立倫來解救苦海眾生 給你這種感覺嘛 所以傅昆琦當然馬上怎麼樣 撞不住嘛 發新聞喔 傅昆琦你知道多生氣嗎 他說我要提告 提告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為了吃飯錢 誰付提告 太搞笑了 他說我在演藝提告 還沒有真的要告 就我考慮看看 但是他就講 第一個我現金我有準備好 而且是朱主席吵著說要付的 第二天第三天 我說我要付他也說不要 所以我只能跟他怎麼樣 我給你AA制好不好 各位 什麼時候 他還想說 他老婆花蓮現在還再三叫做 要把錢全部付好 他已經把全部付掉了 是朱主席堅持他要付的 對所以他說的是 朱立倫藍虎 各位 曾幾何時 國民黨這個 散到要把整個進洞 竟然會想著說 我要搶著付錢 哪有這種事情 所以朱立倫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去修理傅昆琦 因為理由很簡單嘛 今天他知不知道傅昆琦 原本兩天一夜的活動 硬要給他辦三天兩夜 然後辦在花蓮 他的目的是什麼 電腦大 我很有力 我在花蓮後山 來 大家來看看我的九五至尊 來 然後擦車 沖場面 那沖場面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買單啊寶健哥 買單才是老大 花錢才是老大 所以朱立倫這個動作在告訴你 你想花錢 我提前先讓你不花 然後我再幫你花 所以我才是真的老大 給你難堪 結果各位 最大的鬧劇是一個共識 也沒有共識就算了 就連飯錢 就連酒店錢 都可以鬧出這麼大的紛爭 你看看國民黨多不了不起 所以董事長 這也太有戲了吧 這太好笑了 我跟你講坦白了 我講一個 我這個當然已經是過往的事情了 我們民進黨每年都有這種聚會 所以全代會 因為常常我經常都扮演財務的角色 中南部都一大堆人到台北來 住同一個飯店住兩天 住三天然後出去玩幹什麼的 這都要先訂好的 到時候通通是沒人服務怎麼辦 所以這都是要錢的 都是要預訂的 沒有人在那邊搞到當天 在那邊搞黑卡這種事 搞黑卡 現場張聚庭 對不起額度不夠不能刷 幸好旁邊有個黑卡 45萬過了 對啊 而且再講第二點來講 以傅昆錡三個字在花蓮 任何大小餐廳大小飯店 那簽個字就好了 不要簽字 他一個傳真過去就算數了 這個很簡單的事情 怎麼搞成這個鳥事 變大事 這是幹嘛惡搞嘛 這是個很X的事情 所以說副坤啟被惡搞了 他被通惡搞傅昆錡嘛 傅昆錡的回應很奇怪 什麼叫黨中央AA制是什麼意思 AA制不是我們go touch嗎 對啊 我們這是一個個人負個人的嘛 確實有一個立委在花蓮 打電話給我 說突然間接到飯店通知 叫個人負個人的錢 真的假的 他帶了老婆小孩一大票去 他說董事長我告訴你 現在我們要自己付錢 我說什麼這種事情 我說因為 我在講第三點 任何能夠搞出來 有四五十個立委到達一個地方去 我告訴你講坦白話好不好 搶買單的一大堆啦 喔 對不對你想想看 任何人都要搶買單這個單嘛 這個單買下去這個多輕鬆 所以你說副坤啟最想的是 這個單我一次買掉了 當然是啊 如果今天很簡單啦 我今天能夠找五十個 不要這麼硬 五十個里長來啊 這個單我一定要想要下去搶的嘛 對不對小姐 這個民選真正的 五十個立委來 三十個立委來 我們只要一次幫你買單 民主很好做的嘛 這個場面誰不要做 對 許小欣也會搶得去買單啊 這是面子問題啊 怎麼會讓 怎麼搞誰要刷黑卡 刷白卡刷不過 這表示這中間是甄嬛傳 這完蛋 搞鬥爭嘛 這是故意要洗你付錢 給你看連王 撈開而已嘛 這是給你 所以國民黨搞外 外鬥不行嗎 內鬥內行 我剛剛講有沒有道理嘛 對 任何企業家 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個人 有檯面人物 出版店能夠幫三十個立委買單 花個兩百萬三百萬 這是有沒有人幹 大家搶著幹嘛 主要會變成還要刷黑卡 還要刷黑卡 然後我還第一次聽到黑卡 對不起 我沒聽過 因為我每次都用現金買單 好 小欣 這麼一個小小的東西 一個付錢 這麼有戲 這當然是副總召被惡搞啦 這也就被惡搞 當然 而且這擺明是在羞辱他 這個很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罵傅昆奇很多事情 我也罵過他很多事情 那你有聽過有人罵他小氣的嗎 沒有 你有聽過有人罵過有人他沒錢的嗎 沒有 沒有嘛 所以怎麼會 你知道我每次暑假都要吃他很多西瓜的 你知道嗎 所以今天 傅昆奇總召 為什麼他那麼生氣 說要提告 是可殺不可辱啊 你羞辱我 這個從 他說他白手起家 從三十幾歲的時候 就已經富可敵 因為靠自己的人 你跟我說我會小氣 不去付我們底下委員 幾個家人的這個餐廢 這個笑死人 天大笑他絕對不可能接受的 但是有立委說 有那個飯店跟他講 你要自己付錢嗎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烏龍 因為大多數的人呢 都是認為說 這個應該不管是誰買單 反正總之有人要幫忙出 因為在2月8號的時候呢 這個副總長他也有在我們群組裡講說 要辦共識營 還說呢 大家平常都很辛苦 歡迎來花蓮放鬆 而且每一個人呢 可以帶兩到三位眷屬 一起來參加 到三位 我跟大家說還安排了什麼行程呢 如果你是眷屬的話 我們在開會 總不能讓眷屬在飯店裡面很無聊吧 有什麼 有呢 有雞香草世界下午茶 太魯閣山月吊橋之旅 你還可以喔 太庭陽賞金之旅 馬拉松 馬拉桑獵人學校 或者你要選叢林七彈大作戰 他總共幫你排了零零總總 十個 十個 十個家人可以去玩的地方 所以代表什麼呢 他很用心在規劃嘛 所以他已經行程都排好了 你說難道家人去參加叢林七彈大戰 不用錢喔 要錢 難道要自己付費喔 不可能 還是說這個黑卡買單 看起來這個行程規劃 是由花蓮這邊來規劃的 你說黨中央怎麼可能知道 要去花蓮玩排出十項景點 不可能嘛 這個顯然是副總召他們精心規劃的 所以他當然很氣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秀儒 我再講一個秘密 早在這個事情完全沒人知道之前 就是在過年前的時候 就有一個他們中間的朋友 就問傅昆琦說 你是不是要辦什麼共識營 他說有啊有啊 他就好奇啊 沒有惡意好奇問 說你這個共識營呢 那到底是你這個做總召的要來出錢 還是國民黨黨中要來出錢呢 那時候傅昆琦就說 我說話我負責 他就說 朱主席是告訴我說 他們要付啦 但是呢 我也不是很確定 所以呢 我也是已經準備好了 他也準備好了 對 所以他從頭到尾 連這個傳單都還沒有發去之前 他行程也安排得好好的 錢也準備好好的 誰知道 在所有立法委員 前往花蓮的路上新聞出來了 想說 原來要自己付 所以你知道嗎 一定有很多人 他是在前往花蓮的火車上面 那重點是 朱立倫寶塞說 我沒有帶黑卡 我心想說如果你黨中要辦這個東西 幹嘛有黑卡 你匯款不就好了嗎 而且這種東西 不管是訂金或什麼 都應該早就會處理贏 甚至你在花蓮 你聽到傅昆琦的名字 基本上你還在那邊打電話 打電話給立法委員跟他說 你要自己付喔 這個衛免在禮數上面 也很難交代跟說不過去 所以這整件事情 我覺得傅昆琦還真的是 揹了一個大大的黑鍋 那誰給他黑鍋 我不知道 你不敢講 我還差允許先啊 最後一輪